以陶瓷材质文明的雷达表 最近攻入台北101这个台湾钟表市场的超级战区 开设全台湾第一家拥有独立门面的旗舰概念店 同时他们也为这家概念店推出了一款 限量独卖的全陶瓷库克船长 究竟这个限量表有何厉害之处 还有雷达表开旗舰店又传达出什么讯息呢 这一集我们就请到了专业表评人Kell 来为我们分析其中隐含的意义 好 其他这一款的话 其他一些基础条件的话 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看到了 比如说OK它是库克系列 可是它采用了全陶瓷 而且采用镂空跟开面的面盘这个样子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了 不过这一款它又加码了一些地方 是在于说它的拳陶瓷拳得更彻底了 它不只说你看 今天看到就是说表壳或者是链带是陶瓷 然后它现在就是连表圈跟表冠也都做拳陶瓷 那我这边讲表圈陶瓷 大家可能会觉得是有一些有一些 因为感觉好像就是表圈陶瓷现在是正常一件事情嘛 可一般我们说陶瓷表圈其实就只是中间的那个色拳是陶瓷的 可是这一款的话是连外面就是我们平常手会抓到的那个部分 以及连接到底下那个旋转的那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做陶瓷 那这个的话其实在表界的话 老实说我是想不到什么例子 它可能是唯一的一款 那这对方它之所以特别或之所以难做的地方是在于说 因为它这个活动部件 今天我们在我们今天在使用就是表示说 我们是会操作到这个部分的 你要把这样一个活动部件 而且它连续到里头可能有钢珠 可能有一些弹簧的部分 然后通通通都跟陶瓷的机构连在一起的话 其实它对于它的耐用 或者是它的一些精度可能要求会更高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过去其实没有什么人做 那要做它很难 那理由就在这里 那相对的话你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说 你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话 它成本一定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这款的话定价还不便宜 它定价到13万 大概已经算是库克的旗舰级了 大概跟这个同价位的话 其实是你可以做即使马表的 所以这款的话说重极版的话 我觉得是蛮适合的 雷达表这一次在台北101的一楼 开设台湾的第一家旗舰店 店面的位置与劳力士佩纳海比临而居 整体形象大幅提升 而这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毫无疑问的 说101的话它是台北 甚至应该说是台湾的超一级战区 这个样子 那任何品牌要进到这边来的话 大家要证明就是说 你这个品牌本身的实力 或至少说你的销售能力 其实是已经高到一个程度了 你才有资格进来这样子 那我觉得Rado进来的话 首先它就先证明了这一点 那不过比较有意思一点是说 因为一般来说 其实像Rado这个价位的品牌啊 通常的话他们不会这么执着于像这样子 就是我们想独门独愿这样子的一个旗舰店 他们其实不会太执着去追求要开这个样子的店 可是Rado他们今天就是感觉好像就是 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在这边开了这样一家店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在透露出几个讯息了 那一方面的话 其实错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 其实可以注意到说 他们其实这个品牌的感觉地位 就会被提升上来了嘛 这是一点 那另外的话其实我觉得 因为近年的中宝市场其实有个趋势 你就会发现说 就是那种品牌直营的专卖店 跟一般我们传统的一些经销商 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拉锯的关系在那里 那当然其实我们知道说 其实像Rado这个价位的品牌的话 一般来说其实他们还是很依赖经销商的 对他们那是他们那样非常重要的一个同路 这个样子 可是透过开这样子的店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释放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他有点想要去为那些经销商树立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以后一个销售的一个基准 今天我们不管是店内的设设 或是我们一个销售的方式的话 其实以后都是要以我们这边为准这样子的感觉 提到Rado雷达表 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高科技陶瓷 以及抗磨损的概念 不过究竟这个概念的起源是怎么开始的 雷达开始带入这个概念到表界 其实是更早以前的事情 他们在1962年的时候开始强调 就是说我们要推出一款很耐刮的手表 那这个其实在当时的表界来讲 是蛮稀奇的概念 因为你要想想在1962年那个时候 其实手表还是一个实用品 其实大家对它的要求其实并不到耐刮 耐用就好了 可是耐刮其实是非常视觉上 非常享受上的东西 其实那个时候这个观念还是蛮新银的 可是雷达在那个时候 他们推出Diostar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观念给带进去了 那当然那个时候的话 陶瓷还没有这么快进入表界 那个时候他们做耐刮的话 他们的做法是变成说 好我在表壳的地方的话 我用的是超硬的合金 那如果我在那个表镜的话 雷达那个时候算是率先倒入说 没有蓝宝石水晶的金面这个样子 那Rado他们其实是在80年代末的时候 他们在Integral这个系列上面 就是首次推出 就是说整支表 就是从表壳到链带都送陶瓷的这样子 其实在同时期的时候 其实表界有一些其他品牌 也开始实验陶瓷这种材质了 不过大部分都是停留在概念表的阶段 他们其实并没有发到量产的阶段 那Integral算是第一款 就是真的就是把这个材质 真的推上了量产这条线了 那Integral这个系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它当然它最大的功绩 是在于说它今天导入了这种材质嘛 可是其实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的造型本身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为如果现在你回忆起 就是1990年代代表的风景的话 然后那时候你想到Rado的这个牌子的话 即使你大概第一回浮现的造型 其实十八九大概都是Integral 而来到21世纪 雷达则是以True Square系列 来继承Integral的精神 这个系列承袭80年代Integral的创新 90年代Ceramica的极简 同时也完全展现了陶瓷材质 可以运用在设计上的各种可能性 True Square当然就是说它一样就是 就是狭带了很多就是Rado的一些很核心的价值 比如说全陶瓷啊或者是它基心的使用啊这些 都是Rado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条件在里头 可是我反而觉得比起这些 哇其实我觉得它是彰显的品牌的 另一方面的特性就在设计这一方面的特性 因为其实我觉得熟悉设计的品牌的话 他们可能比较不畏惧去挑战 所以方表这个比较难驾驭的一个造型 这也是为什么说其实像过去几年的时候 其实Rado他们在推一些就是跟设计师联名款的时候 他们多半都选择在True Square这个系列上面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设计师来讲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发挥的一个场域这样子 以一款复刻的库克船长系列 Rado雷达表在高级表坛再一次崛起 那么雷达表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Rado他们现在手上有的最强大的武器 大概至少有三样 那一个的话毫无疑问就是陶瓷 那再来的话一个就是他们的设计也是我们刚刚提过的 那第三个的话是近年越来越发酵 就是他们在历史复刻这一块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品牌这样子 那这三块的话其实我觉得Rado这个品牌里头 其实都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武器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要看到说 他们怎么样去整合这三样的武器 就是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品牌里头 就是很和谐的融合在一起 而让人家很自然的认知到说 这个品牌就是这三项都很有名 我进来之后不管往哪个方向走 其实都会找到很好的标准 我觉得这是他们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之前这么来的